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让亚伯拉罕更加闪耀的影响的功臣之一就是以利谢 创世纪第24章比较长 总有67节 但令人惊讶的是这24章的主角不是亚伯拉罕也不是以撒而是以利谢 今天我们要学习以利谢 我想提出一个问题 如果你们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以利谢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们能说什么 是的 他是一个中心的仆人 不过根据圣经 中心的仆人会获奖 以利谢不仅因为亚伯拉罕的中心仆人而得到亚伯拉罕的奖赏 数千年后的今天 他的名字已经被人们尊敬了 想要分享中心这个主题 就会首先想到以利谢 他的名字光荣了 本来是奴仆的身份 现在变得如此了不起 这就是上帝祝福的 在马太福音25章 他念的比喻中 上帝对那两位中心仆人这样说 好 你这又良善 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耶稣向这忠心的仆人 宣扬天国的祝福 为了得到祝福而信仰是不对的 但是圣经的应许是 当我们忠心上帝时 上帝会奖励我们 西伯来书十一章六节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 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由上帝 且信他赏赐 那寻求他的人 上帝说我们必须信他赏赐 那寻求他的人 那么中心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 上帝所承认的中心的人是怎样的人 换句话说 什么是真正的中心 你们觉得怎样 我觉得真正的中心就是中心到底 中心到底才是真正的中心 观察以利亚的人生 就可以确定没有任何东西 可以破坏他的中心度 如果伊萨没有出生 他的全部遗产将归于利歇所有 但是伊萨出生时 他一点也不嫉妒 可以看出他中心的原因 不是亚伯拉罕的遗产 这么多的遗产也没有引起他的注意 也没有破坏他的中心 另外从二十四章三十三节和五十四节来看 伊利歇在寻找伊萨七子的旅程中 也没有迷失信仰之路 没有忘记他的目的和使命 现实没有被其他东西吸引 看第三十三节 把饭摆在他面前 叫他吃 他却说我不吃 等我说明白我的事情再吃 饭菜摆好了 但没吃 使命才是最优先 我们再看二十四章五十四节 仆人和跟从他的人 吃了喝了住了一夜 早晨起来 仆人就说 请把打发我 回我主人那里去吧 这是什么情况呢 伊利歇把利拜加当成了伊萨的信仰 结果利拜加的母亲和哥哥给伊利歇很丰盛的接待 然后舒舒服服的休息了一夜 但是第二天一真言 按 伊利歇 就说让我赶快去我的主人亚伯拉那里 现在马上就带李拜加去和伊萨举行婚�礼 就是这样的意思 丰盛的接待 人跟人的关系 也没有吸引他的视线 当我们受到繁荣的对待 度过一个失事的夜晚 我们可能会失去需要做的事情 这就是我们人的心态 当生活富裕 生活美好时 就很容易忘记使命 但是以利谢不一样 忠心到底 这就是忠心的原则 始终如一的坚持到底 因此圣经起诉如说 你不要致死忠心 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观念 就是忠心到死 使徒保罗如此承认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进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从此以后 有公义的观念 为我存留 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 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 忠心到最后才是真正的忠心 愿上帝祝福你们 将耶稣的降临的那天 能够成为忠心上帝的福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